由迪丽热巴龚俊主演的古装虐恋爽剧《安乐传》圆满杀青 《安乐传》的海报中以对比强烈的红白两色作为背景 浓厚鲜艳的色彩氛围带来冰与火的碰撞感 再搭配人物灵动的姿态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隔空呼应出故事中两人宿命纠葛的深厚情缘 呈现出满满的情感浓度 迪丽热巴此次饰演形式另类 质谋超群的任安乐 造型精致百变 俏皮灵动 《安乐传》虽然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 不过也是他在时古装造型的一次尝试 不知道能否找回当时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那个白凤酒呢 即可在江场展翅 骁勇善战 亦可在朝堂翱翔左右逢源 战场上精通兵法 无畏牺牲 官场上公正连结 无畏权术 期待女中豪杰任安乐 龚俊所诠释的寒业 在家国 亲情和爱情的各种矛盾纠葛中 反复撕扯着自武 十二是贵气十足的温雅公子 十二眼神灵烈 《安乐传》是龚俊凭借山河令爆火之后的第一部古装剧 该剧最终的效果如何 可以说是直接影响着龚俊日后的人气发展 无论是居庙堂之高 还是楚江湖之远 他心怀天下 谋略江山 公赢太子寒业 静待荣耀归来 剧中竹叶 迪利热巴与龚俊 虽然是首次搭档 但二人的表现却十分不俗 永恒取忠相守 共赴何旭盛世 静待安乐临来 电视剧《安乐传》改编自 心灵的小说《帝皇书》主要讲述了原为开国云讯帝家之后的帝子园 因家族盟约而被流放 立志要查清真相为家族平反 而为自己取名任安乐 一身正气 心系苍生的任安乐 同时也想为因战乱受难的百姓创造一个太平的家园 在帮助百姓的过程中被太子韩业赏识 成为其幕僚 任安乐足智多谋 帮助韩业连破多起起案 跟随太子出征 最终平定天下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